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一齊開箱淘寶衣車 這輛衣車非常便宜, 唯起港幣大約150元 我們現在一齊研究一下 首先跟機器有附送一張紙, 教你如何穿線 逐個步驟都有介紹的 現在我試一下跟著這張說明書 看看是否真的容易穿到線 不過穿線之前都要介紹一下它的配件 它有一個腳踏 另外, 這間淘寶店亦可以加錢 幫我們換回一個香港的插鬚, 三腳插 現在簡單介紹一下怎樣用 剛才介紹了一個腳踏和三腳插 我們要插在哪裏呢? 就是衣車的後面 現在我們指著這個位置 另外腳踏就是插在插鬚旁邊的位置 插好之後, 再通電就可以開始用了 安裝都非常簡單 不過就略嫌那條電線比較短 可能大家要在車衣的位置附近有插鬚才可以 另外, 衣車亦有一個用手去轉的扭鈕 在它後面我們都看到它是可以用打線, 打底線 和普通一個線軸安放的位置 而底部我們都發現原來是乾濕兩用 如果不用濕電的話, 用普通的電池都可以 如果大家有需要帶出外戶外用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亦有一個壓位, 可以讓你剪線用 不過我試過不是太容易剪斷條線 最後都是用剪線 另外亦有一個燈的位置, 可以用開關的 看看衣車的正面 我們有一個手環 而這裏有1至12號 分別是代表右邊的線跡 即是如果我想用2的話, 我就扭去2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它亦有倒針的功能 如果大家不想用腳踏的話 我們亦可以利用這一組按鈕 關閉, 慢和快 之後我指著這個位置 就是和普通衣車一樣 都是較鬆緊的 它亦有一個底座在這裡 現在就穿線給大家看 衣車根基有一個面線的線芯 大家可以把線繞下去也可以 用坊間一般用的線芯也可以 不過不可以蓋上這個蓋子 這次我示範是用根基原裝的線芯 按插好之後 現在我們就把它蓋上這個蓋子 我們現在拉出一條線 然後剛才淘寶送給我們的說明書 從1開始 就算沒有說明書 我們跟著 衣車上面 它都已經有號碼 1 2 3 4 現在我們就去2 之後3 旁邊有個孔位 現在我們可以看看 鏡頭這個位置會更加清楚 抽出這條線 穿過3個孔 穿過3個孔 再向下拉 之後4呢 就是 現在紫住的位置 也有一個孔 我們就把線穿過去 之後的一步呢 我們就由前向後 穿過支針 這樣就完成了 為了車得暢順一點 我們通常會抽起押腳 之後把條線 兜過押腳底部 放到後面 現在我們就可以示範 如何換上這個 衣車的押腳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這裡有個紫色的膠 向下部分 就會押著 所以現在我們要換腳的時候 就要向上 之後呢 另外衣車的後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金屬的梯梯 我們呢 向著自己的方向 抽高 這樣它就掉了 壓腳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換自己想要的壓腳 向下 放回壓腳 這樣就可以安裝好了 非常之方便 快捷 下一步我準備了 三款不同類型的布 去試車的 第一款就是一些很薄的布 第二款就是比較厚的布 另外第三款就是試車曲線 現在我們首先呢 就會 穿了一盞燈 之後呢 會先試薄的布 大家聽到呢 其實這部淘寶的衣車呢 比一些價錢貴的衣車 是吵雜少少的 同時呢 我們也試一下不用腳踏 用手動 的功能 也是非常順暢的 在車薄布方面的效果呢 也是叫合格的 底面線 下一步呢 我們便會用一塊厚的布 下一步呢 這一塊是比較厚的 棉麻布 我會把它對摺 之後再對摺 一共呢 就有四層的厚度 我們現在呢 試一下車了 車厚布的效果呢 我覺得是比車薄布的效果更好 簡直是有驚喜 最後我們便試一下車曲線 看看它是否順暢 在車曲線的時候 都非常暢順 整體來說都非常之滿意 今天就先試著這麼多 下次有機會再用這個淘寶衣車 再車其他東西 和大家一起分享 題外話 其實有看開我片的觀眾都知道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部 Brother的瘦化衣車 為什麼我會再買一部呢 是因為我女兒 她平時有時都會想車一下東西 但是呢 要她平時拿出 拿入Brother的車 她又覺得太重 於是乎 我們便塗了一部 比較細小的衣車 讓她方便自己可以拿出來用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